Hello Hello 大家好 造车新势力牛创正式发布了自己的品牌叫做自由家 这个品牌之所以引起up主的注意呢 是因为这个车企的创始人也是小牛电动车的创始人 他也就是黎一南 黎一南其实油果比起个人的罢夫来讲的话 应该说是兼具魏小李这些创始人 每个人身上的一些突出的光环 他对于一些科技和金融圈的一些人影响力蛮大的 他本身是年少得志 在技术方面曾经有很高的建树之后的 在自己的个人创业过程中跟资本的关系也不错 可以说是一个个人把握光环叠满的状态 当然阿富主对这些光环是比较免疫的 有兴趣关注他个人经历的小伙伴 也可以自己去查一些相关的内容 那么我们来聊一下自由家这个品牌 它的工厂目前为止是落在长洲 也就是理想的工厂的所在的城市 它现在借用的是大乘汽车的原工厂长职 现在采取的一种模式呢 是先租后买的方式 现在宣传出来的产能呢 可能是单班产能在6万辆左右 然后全年拉满三班岛的话 大概在18万辆左右 对于一个刚刚创业的品牌来说 这个产能储备应该是比较足的 那么来聊一下它的首款产品呢 应该是一个车长在2米9左右的大5座儿SUV 正式发布该款产品的时间 可能是在明年北京车展前后吧 这款车子比较有特点的点呢 就是说它采取了一个增程和纯电 双子平台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平台UP主 个人看了一下 应该说是整个平台的水平 是高于理想万的相应的水平 毕竟理想万它是在基于某款逆向的 燃油平台上开发出来的一个车型 但是它是要低于另外一个 同样是增程市场上存在比较强的 就是蓝图这个品牌的 因为蓝图UP主一直强调它是一个教科师屋式的新能源平台 它在兼容增程模式的情况下 依然在底盘上提供了前双插比后多连杆 同时还能装上空气悬挂 这种非常占据底盘空间的东西 而这个自由家的这个双子平台呢 它为了兼容增程模式 它的前悬挂采用了一个麦迪逊的方式 麦迪逊是比较节约发动机舱的横向布置空间的 这个样子就能为它的增程系统争取到更多的安装空间 这种差距不单纯是平台设计能力方面的能力 主要还是说像蓝图伊托伊东风 它本身是有自己的发动机 也就是增程器的生产资源 它的增程器可以去适用平台做得非常紧凑 而新势力这块的话 采购发动机或者增程器是一个永远的痛 它只能去将就增程器的体积 所以是要留给增程器更多的一些空间 同时呢UP主也觉得增程这个赛道明年好像比较拥挤 加上目前为止已经发布了相关产品 包括明年要陆续发布的一些新的创业品牌 在这个市场上发布的车型估计有10款左右了 而这个增程它虽然是能够提供纯电动的方式 毕竟发动机不参与直驱嘛 但是从技术或者节油的水准上讲 它从原理上是低于DMI的 是从大的成长空间上来讲 或者说从如果关注燃油的客户的话 可能更多的会转向DMI 所以说UP主对于增程在明年的这么多品牌 内卷起来 它的成长空间有多大 也是打一个问号 那么最终来看一下 自由家这个品牌的定位会是怎么样呢 首先它这个大五座的车型 肯定不是对标理想万的 它从目前来看 主要是对标一些蓝图的车型 蓝图也是一个大五座的增程和纯电的车型 当然它的悬挂水平 目前为止蓝图是绝对压倒性的 但是自由家 它的定位的人群 是要比理想更年轻一点的人群 当然它的售价也是30万左右 它应该会效仿 理想一些比较成功的运营经验 毕竟李南在小牛电动车上的运作 是比较成功的 所以从运作的程度上来讲 运作得当 可以让大家去忽略 在底盘上一些舒适性的差异 毕竟真真正正 能在产品层面上 关心这种舒适性的人 UP主觉得还是少 可能很多人更关心它的纸面数据 然后也说如果它的价格和产品的一些错位 打得比较好的话 在市场上应该是会对蓝图和理想的一些客户 都产生一定的切割 当然真实的情况 还要看它的车子正式发布的状况 那么这个品牌UP主也会持续跟进 有兴趣了解更多内容的小伙伴 欢迎关注 谢谢大家 再见